关山警分局池上分柱所接获民众报案说 有车辆违规双黄线超车 警方获报蓝庭之后对违规驾驶进行九册 而他的九册值高达0.8已经明显超标了 警方也立即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移送台东地检署来依法侦办 你现在九册出来0.8 我们依公共危险 把你逮捕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 警方将已是酒驾的黄姓男子 燃停后进行九册 而九册值竟然高达0.8 已经明显超标 这起案件发生在昨日上午10点50分左右 有民众向警方检举表示有人违规超车 而且在与对方进行对话时 就有闻到对方身上有浓厚的酒气 于是向警方请求协助 关山警分局的远警在获报后 也立即出动线上的警力进行拦阻 分锁接获民众报案称 有部车辆违规双黄线超车 我拦下劝阻 结果闻到有浓厚酒气 疑似有酒驾的情况 我尾随载后请远警协助拦查 远警随即依报案人所述路线找寻 最终在台二十甲县 万潮一路土地公庙前 发现该部车辆经开启风鸣器及警示灯尾随 并示意驾驶人停靠路边停妥后熄火 并由随后抵达的资源警力 对黄姓男子实施酒册 酒册池达0.8明显超标 在宣读四项权力后将其逮捕 关山警分局表示 酒后窃户开车以及骑车 不要拿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开玩笑 而警方也将强力地进行酒驾取缔工作 维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记者陈静玲池上相报导